最近健康良策的市场需求是不断的增加 进而带动了唯控制器的出货强劲 MCU大厂盛群今天召开了法售会的时候表示 第一季的出货量已经是达到了1300万颗 和去年相比大幅增加了六成 同时也预计出货的动能将会延续到第二季 现在订单可已经是排到了8月 展望整体上半年的表现持续乐观 防疫期间进出各大场所 总是少不了测量体温 健康良策市场需求大增 制作俄文昌晶片的唯控制器大厂盛群 第一季表现也因此社会 台湾区的营收更是直接成长了三成 虽然受到人民币走落的拖累 第一季的毛利率来到了46.9% 和去年相比少了2.2个百分点 最后存益为1.46亿元 年减了28.3% EPS来到0.64元 创七年多来的单季新低 不过MCU的出货量已经达到1300万颗 年增了超过六成 出货动能更渴望延续到第二季 因为疫情相关的一个产品还蛮多的 除了额温箱之外 有血氧仪 还有快速体温剂 这些产品 第二季度的话能见度还不错 接单的状况也还蛮乐观 应该有机会挑战去年 2019年第二季度的一个水准 随着海外地区陆续解除封城 盛群也表示第二季会受惠于延单的效应 不但渴望带动第二季的毛利率回温 上半年的表现也将持续畅旺 至于展望下半年的订单 更有机会延烧到印度等新兴市场 在健康意料需求的带动下 微控制器大厂通通订单满手 盛群的MCU订单已经排到8月 预计今年的总出货量将超过2000万颗 松翰出货安排到6月 已经获得大约3000万颗 红康订单能见度也到6月 出货量也在持续增长 MCU订单都能持续看家 也使得各大厂的盈域 在当前的情势下能够继续逆势成长 记得林维新 展敏化台北采访报道